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布什总统曾经给 凡是愿意留在美国的学生 中国学生都发了绿卡 叫六四绿卡 我不知道有多少 有的说有十万 有的说可能少一点 但是我感觉到很奇怪的是 这些人大多数都远离了为中国民主自由所呼求的这个 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称为所谓海外民运 或者说有政治倾向 他们跟中共在第二次改革开放里面 也就是打得火热吧 就是做生意 往返于中国 所以我就在想 我说这些人是否也应该清醒过来 是为什么得到的绿卡 为什么你们现在对中国这种民主事业漠不关心 我们不说十万 哪怕就一万人 也会改变中国海外目前的状态 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当时布什下令的时候说 凡是1990年4月15日还是4月12日 我记不太清楚了 4月11日大概是 在那之前进入到美国境内的人都有资格居留 那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留学生 还包括学者或者是其他人士 只要你愿意留在美国的 在那日期之前进入的话 居留的话都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符合条件的 当时我是1989年5月份公派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学习 所以那个时候呢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边孩子才一岁左右 我太太 我跟我太太通了电话 他当时说一再要求我回去 否则的话 他一个人难以承担带孩子啊 各方面的养育的重任 而且那个时候中美关系相当的紧张 国会有议员提出要跟中国断交 因为六四屠杀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不回去的话 就可能会隔绝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为家庭尽力 不能这个承担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所以我回去了 我等于放弃了这个绿卡 那么这个绿卡呢 刚才我说的范围 它不仅仅是学生 就是也不问你的政治态度 不管你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 那么都是可以获得的 它按进入的日期来算的话 所以我想那时候六四绿卡里边 有人后来把六四绿卡称为六四学卡 它包含了大量的中共高层官员的家属和子女 所以呢 这反倒帮了那些人的忙 包括江泽民他的儿子 邓小平的儿子 很多的人这个高干子弟 他们的孩子都是那个时候拿到了绿卡 所以呢 这个事情的 你要说这个 你要感恩 因为是因为参与民主 你才得到了绿卡 其实这个跟事实不太相似 那时候它不是你的政治态度 所以呢 有一些人我们就拿 就是说你当时是同情或者支持八九六四民主运动 这样的人里边呢 也有相当多的人 就是没有 后来没有再坚持这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没有一个最起码的感恩报恩的这样一个行动 比如说刚才讲的十万 实际上十万不止 这个数字可以很确定的说超过十万人 那么我们剔除那些高官子弟 哪怕就说一半 一半都不是同情民主的人 我们说只有一半的人同情的话 那至少还有五万多人 那么五万多人里边 我有的时候感到生气和抱怨 就是我们在华盛顿 大华府地区每一年搞六四纪念活动的时候 现场有的时候来的人都不到一百人 如果能超过一百人 我们都觉得非常兴奋了 非常难得了 一般就是四五十人是很常见的 那我就想就是如果大华府地区有学卡的人 就是六四绿卡的人 我相信恐怕数字不会少 那么假如说你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你得到了这么多好处 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是美国公民 在美国工作学习拿到了那么多的好处 我就说每一年你只要来一次 你只要在那站上一个小时 那就是对你六四这个绿卡的这样的一个报恩 一个回报 连这样一个起码的义务和责任都没有 非常的无耻 我希望我今天这个言论 被所有人都能听到 尤其是拿到六四绿卡的人 你们听到这个话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一个正常的 有健全人格的人 你不感到羞愧吗 你拿了这个卡这么多年来 每到六四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你所在的城市 你方便的话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 你去站一个小时 你能损失多少呢 你还是个人吗 你白皮了一张人皮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那大家可以理解 可以谅解你 但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困难 今年是六四发生三十周年 就是屠杀三十周年 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的日子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凡是所有拿到 这个六四学卡的人 不管你的政治态度如何 至少你是沾了光 占了便宜 那么这样的人 哪怕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和子女 你要还是个人 你还披着一张人皮 我希望你今年六月四号 你到那个不管哪个地方 纪念活动 你去参加 一个小时以上 那你还算个人 我今天就是说这样一句话 我不知道能不能对他们有所影响 也许他早就不是人了 他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 但是我希望 还有点这个人性的人 今年六月四号 或者六四前后 你去参加一次这样的纪念活动 如果你过去几十年 你都没有怎么参加的话 你今年参加一次 你要对得起人 对得起人格 对得起人性 我们谈谈中美贸易战 我们也知道习近平接待了 这个美方的代表团的成员 川普似乎口气也比较放松 他说了九十天 如果达不成协议 还有可能延期 对这一事件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过去 已经给了九十天的宽限期 如果到九十天 还没有兑现一些相关的承诺 或者没有积极的向前推进 进行美国方面所提 特别希望达到的这种结构性改革的目标 那就说明中方没有诚意 无论你再给个六十天的宽限期 还是给半年 还是给一年 都毫无用处 大家还记得 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WTO 那个时候所做出的承诺 当时也给了五年的宽限期 现在十八年都过去了 如果还没有实现 没有兑现 那是完全没有诚意的 所以中共的承诺 大家想一想 1949年以前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的时候 就提出要学习美国 要把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 贯彻在中国未来的 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所谓新中国新在哪里 当然就是要在民主方面 走出大的一步 要效仿美国 这是1942年43年 毛泽东刘少奇 周永永来他们都说过的东西 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兑现 所以中共的承诺 没有什么价值的意义 延期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那么从川普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他现在非常渴望 能够得到一点好消息 他知道中国不是容易对付的 朝鲜也不是容易对付的 但是为什么他跟中国接触 和朝鲜接触的时候 他总要夸大其词 总要把自己的成果说得 那么令人乐观 实际上他就是恰恰 内心有一种悲观的态度 他知道跟这两个国家打交道 基本上得不到什么他想要的东西 但越是这样 他越急迫的 希望能够有一些好消息 来向国内的一些反对者交代 向支持他的选民交代 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 其实内心越来越想尽快地得到 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希望 还要再次的落空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在谈到 结构性改革的时候 美国方面其实提出了八点内容 我在几次视频和接受采访的时候 都谈到过 那八点内容里面还包括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互联网进入的自由 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 应该不受翻墙的阻碍 不受防火墙的阻碍 应该能够自由地连上国际互联网 而不是只上国内的这个局域网 还有呢就是对劳工权益的切实保障 应该允许中国老百姓 中国的劳工者成立独立的工会 因为中国现有的工会是 应该说是一个寻同虚色的摆设 是基本上是和中共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它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它所做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跟这个资方合在一起 来欺负牢房 这个是非常滑稽的 应该工会是站在牢房 而不是站在资方 但是在中国 你往往看到企业开会的时候 党政工团的领导 那就是在企业的资方那边做 而劳工这边却没有专业人员 没有真正有利的人来为他们代理 为他们的权益说话 我曾经在差不多20年前就呼吁过 我说中国需要有一批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 来作为劳工权益的代言人 比如说维权的律师 比如说法学专家 经济学家 劳工问题谈判专家 心理学家等等 他们为工会服务 那么工会在西方是有强大的议价力量 而且工会也是有不但有谈判力量 而且工会它有专业能力 也有一定的经费 因为它缴纳会费 所以工会也是有钱的 所以工会能够聘得起一些人 来为劳工的权益发声 那么在中国 其实劳工是非常没有得到保护的弱者 不要说工人没有受到有效的保障 还有农民 几亿农民也没有农会 我记得杜润生先生 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 都经常说一些话 尤其是我记得是2005年有一次 2005年3月份西三会议 那是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 大概只有30多人 有政府高官也有学者 当时杜润生先生说 小平在世的时候 曾经向他交代过两件事 这个也是8964之前发生的 当时杜润生说 现在有很多人提议 就是说能不能恢复农会 因为在过去 所谓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曾经领导农会 争取权益反抗压迫 现在很多农民 觉得如果要是有农会 为他们进行这个权益的保护 类似于工人受工会的这种保护 能不能建立农会 还有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能不能把土地真正的赋予 私有产权分给农民 这两个问题呢 邓小平并没有断然拒绝 而是说你们可以先试点 看几年再说 而且当时邓小平说 看三年再说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在8964之前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推行这个试点 就土地私有制的试点 以及农会的试点 8964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杜日生先生当时在会上 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 说你们这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要把这些 这个邓小平当时的这种说法 要广泛的传播 然后呢 以后再找机会 确实把这个落实下来 这个实际上 他是基于对年轻一代 或者几代人 基于了厚望 他希望后面的人 能够把这种想法推进下去 也就是什么时候 能实现土地私有化 以及农民成立农会的想法 那么我现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这个八点内容里边 刚才提到了这个互联网自由 和建立工会的 独立工会的必要性 还有呢 提到了 对这个国有企业 应该取消补贴和特殊优惠政策 对民营企业 应当给民营企业的财产 与充分的保护 还有对民营企业 加个人给予充分的自由 他的权益 应该得到保护 同时呢 能够有这个个人行动的自由 和其他方面的自由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最近 我们看到 最近这两次 谈判里边 无论是这个私下泄露的内容 还是公开场合的报道 都没有再提及这些最重要的方面 也就是结构性改革的 在我看来是一些核心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联系 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的假话 他多次就是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该改的已经改了 或者我们一定会改 但是不该改的 我们不能改 坚决不改 那么不能改的部分是哪一些呢 当然是触及到 他认为是执政 有可能威胁到执政的 这种地位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包括互联网自由 他是绝对不愿意做的 还有呢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 也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 另外呢像这个保护劳工者权益 保护这个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人身自由 这一点恐怕他也做不到 或者也不敢做 那么对国有企业取消补贴 这个到在商讨之中 所以这次谈判 可能最大的进展和好处 就是中方松口 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 他们正在考虑如何取消或者减少 那么这一点 那么川普可能会把它夸大其词 说成是最大的一个成果 谢谢大家